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刺铜桥事件一周年 全球多地纪念声援 巴以冲突 大陆官民态度大不同 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中国先消费降级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在以色列即将展开海陆空对加沙的大型反攻之际 美国 英国 德国等西方国家和泰国 韩国 日本等亚洲国家 都积极采取行动 撤离本国侨民 但是截至10月15日 中共仍然没有任何撤侨行动 以色列当地华人透露 目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 已经彻底躺平 在当地华人群里 只像复读机一样 发送让大家自己注意安全的信息 完全不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不统计人员信息和提供有效避难信息 甚至连大使馆电话也打不通了 10月15日 一组以色列中国留学生群里的聊天图片 在网络上流传 途中 学生们询问中共大使馆什么时候安排撤侨 并表示身旁其他国家的同学都被他们的国家接走了 还询问中共什么时候谴责哈马斯 以保障当地华人的安全 不料 使馆工作人员却出面警告说 不要在群里发无关内容和闲聊 学生们感叹 出了国才知道 战狼是最大的谣言 北京法轮功学员许娜、李宗泽等11人 2020年7月遭警察绑架 2022年1月被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至8年不等 据明慧网10月15日报道 其中9人已被劫持到各省市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许娜和孟庆霞9月中旬被转到北京天河监狱 9月下旬被转到北京女子监狱 家属曾多次要求探视 均遭预防刁难至今不让会见 李宗泽也在10月15日被转到山东省监狱 至今不让家属会见 郑玉杰、郑燕美被转到河南省女子监狱 同样不让家属会见 另外三名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天河监狱 据悉他们将被转到河北省监狱迫害 中共高官最近密集死亡 根据媒体统计 在11前后約20天内至少17名中共高官病亡 其中15人为中共党员 包括中共上将、原空军司令员于振武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七届副主席李鸿昌 河南省原副省长王菊梅等人 去年10月13日彭力发在北京四通桥挂起横幅 发出不要核酸、要吃饭等自由的呼声 随后彭力发被抓下落不明 目前正值四通桥事件一周年之际 全球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要求中共释放彭力发 10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 几十名华人举着横幅 喊着口号在中领馆前游行示威 紀念四通桥事件一周年 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四通桥勇士彭力发 在纽约 中领馆前游行表示 现场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 正是彭力发的英勇行为 激励了海内外很多华人站出来发声 批判中共暴政 在近周年这个时间节点 今年彭力发先生的英勇行动 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同时也非常关心彭力发先生的家路 我们也知道现在彭力发先生的家人 正在受到骚扰 政府应该给彭力发 以及彭力发先生的家人自由 在英国伦敦 抗议者们在伦敦桥上挂起多条横幅 要求中共下台 追问彭在舟在哪儿 人们还来到中领馆前进行抗议 一年前彭力发在习近平即将连任的中共二十大之前 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大型横幅上面写着 不要核酸 要吃饭 不要封控 要自由 不要谎言 要尊严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领袖 要选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等标语 相关视频和照片传遍海内外 中共如临大敌 非常恐慌 四通桥成为敏感词 该桥只是牌被拆 相关歌曲被下架 当局将四通桥周边封锁 并安排警察驻守市区各个桥梁 当时 中国正处在疫情极端风控之中 人道灾难不断 民众苦不堪言 彭力发打出的横幅标语 直接了当地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随后不久 中国大陆便爆发了 自1989年学生运动之后最大的 呼吁自由与人权的青年运动 白纸革命 运动中 人们清楚地喊出了 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彭力发被捕后 中共当局竭力封锁一切相关信息 还对其家人亲友进行严密管控与晋升 一年过去 外界仍然无法得知彭力发的确切被关押的地点等 对此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表示 中共采用流氓无赖的手段 将很多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进行呼吁 反抗中共独裁专制的人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方式秘密囚禁起来 因此 海外各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发声就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共受到国际压力 有所忌惮 除上述城市之外 13日当天 纽西兰 奥克兰 美国华盛顿DC 波士顿 加拿大 文革华等地也都有华人举行活动 纪念斯同桥事件一周年 此外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办公室发表声明 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名彭利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以此纪念他反对中共统治的历史性抗议活动 巴以冲突不仅引发国际社会聚焦 也引发大陆民众的极大关注 民主国家纷纷谴责哈马斯屠杀以色列人的行为 而中共外长王毅却接连发表暗住哈马斯的言论 大陆民众则表示 中共一贯只跟世界上的流氓 杀人魔头 恐怖分子交朋友 拉拢这些人试图跟美国对抗 以巴冲突越演越烈 中国大陆民众也分外关注 网络上很多人谴责哈马斯无人性 也批评中共对事件的表态 10月14日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外办主任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同话表示 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 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他还称 继续支持巴勒斯坦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重回两国方案正确轨道 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当天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称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 广西民众张先生认为 像王毅这些共产党人 是典型的没有人性的 他还表示 君子结交君子 无赖结交无赖 中共也是指跟世界上的那些流氓 杀人魔头 恐怖分子交朋友 他就拉拢这些 试图跟美国叫板 13日 以色列外交部亚太事务副总司长与中共通话中表态 以色列就中共对于以色列南部事件的声明与媒体报道深表失望 没有对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针对无辜平民发起的恐怖袭击和恶毒屠杀 以及将数十人绑架到加沙地带的行径做出明确的谴责 张先生指出 他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爆料说 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 已经掌握了中共和普京 是哈马斯的背后金主 因为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陷入泥潭 而中南海的那个也想摆脱当前的困境 所以两人狼狈为奸 就搞了这个事情出来 12日 王毅还在与巴西官员通话时说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政洁在于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 此次冲突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再次证明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在于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 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权利 王先生表示 他是基督徒 所以知道以色列人的来历和历史 所以他对共产党讲的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而且每一次共产党都站在邪恶势力一边 张先生指出 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官僚们的一个普遍的特性 说假话 谎话 套话 空话 整天没有一句人话 所以共产党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是他们的惯性 轻车熟路 在外交上面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 共产党它的历史传统 它就是历史潮流 它用恐怖 流氓 欺骗的方法来逼迫老百姓 听它的方式 跟它走嘛 它只能这一套 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笔杆子编造谎言来欺骗老百姓 枪杆子用枪口顶着你的脑袋 要你不敢放手乱动 这就是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花宝 张先生指出 共产党这些人因为他们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没有人性 他们的道德观念 价值标准 完全是与人类颠倒的 反过来的 典型的是 中国饿死了4000万老百姓的时候 还宣称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美国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需要我们去解放 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中国先消费降级潮 中国经济持续衰退 民众收入减少 消费方式也在发生转变 很多人在价格上精打细算 甚至不敢消费 拼低价也成了一些大陆企业的生存法则 中国消费低迷 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大批青年失业或薪资下降 扑罗大众最有感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在市场中寻找便宜的替代品 借此降低开销 在中国网络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消费降级 平替这些话题 也就是如何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商品 例如平替高级化妆品 平替耐克鞋 平替自行车 平替香水等等 这就是因为整个经济在下滑 人民的这个所得减少之后出现了一个经济现象 对于价格会格外的敏感 累进钱袋子 少消费 成了民众新的消费习惯 商家 企业的同行竞争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 例如中国连锁品牌瑞幸咖啡祭出9.9元人民币的优惠活动 它的对头库底咖啡则把一杯咖啡的价格降到8.8元 虽然只差一元 但却能争取到更多客户 目前中国出现外界讲的通货紧缩 原因是因为国内的消费力在衰减 因为你的所得减少 对价格的敏感度会很大 商家只要稍微降价一下 你就愿意去消费 因为现在的消费变少 对于消费产品的降价会有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有一家厂商降价之后 其他厂商也会跟着降价 零食品牌大幅降价也成了普遍的现象 例如农夫山泉水原本售价2元 现在只卖1.2元 百岁山矿泉水原本卖3元 现在也只卖1.8元等等 根据电与电调研报告 各个知名品牌的旗舰产品的折扣率 普遍在6折到7折之间 它就是整个经济不好 导致了整个消费降级 那么这个消费降级呢 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整个中国的内需在下降 它是整个经济的增长的动力就大幅的减缓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这么多年来 它以前的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 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了 价格战同样在三大电商平台之间开打 京东早在今年3月份就寄出了百亿补贴的策略 在这种变相大幅降价的刺激下 京东平台上的公司商家数量在第二季度大幅增长 另一家电商平台淘宝 随即也抛出了所谓价格力等五大战略 把价格战推向高潮 拼多多同样将以往的低价战略继续延续 通缩会感染到所有的市场 就是说在通缩的环境里面利率也会往下跌 利率往下跌就会导致人民币不太容易走强 会走弱 走弱之后呢 如果你还是没办法带动起经济的话 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找不到一个力量可以挽救你 外界担忧 如果中国经济形势长期恶化下去 可能会引发中共内部政治分裂 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也会进一步激化 路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多数日本企业认为 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至2025年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福建省福清市访民林爱卿因到北京邮寄举报材料被抓捕关押 10月14号 她的家人收到福清市公安局邮寄的逮捕通知书 说她13号已经被执行逮捕 罪名是扰乱单位工作秩序罪和伪造身份证罪 安徽宿州10月13号发生警察开枪打死居民案 当地公安声称 死者是一名52岁的男子 因用匕首自残割伤额头近距离追刺警察 遭警察枪击中腹部死亡 但当天知情民众透露 男子是被警方击中头部 一枪爆头而死 警方还封锁消息 阻止现场图片和视频发出 宁夏维权人士王杰10月9号 在北京大鸿门遭遇暴力截防 被遣返回当地关押 10月13号 家属拿到警方给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说王杰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 浙江宁海的基督教学校 浙江省约高中10月13号被当地政府责令停止办学 还退还所收费用6万元 并处以罚款6万元 当局声称 他们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是违规办学 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独断专权 又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 这促使澳洲 美国和欧盟 都在深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 专家认为 中共的霸凌行为 使得南海问题逐渐国际化 也让中共想当南海霸主的希望换面 菲律宾对抗中共的行动 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 今年8月 澳洲皇家海军最大战舰 坎培拉号驶往南海 与非美举行大型联合军演 这是非澳首度举行双编两期演习 9月上旬 菲律宾和澳洲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扩大从国防安全等多项领域合作 至于美国 美菲在今年4月举行了 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也在军演结束后 立马飞往华盛顿会见拜登 菲律宾与美国正式战队结盟 公开加入抗中共问台海的队伍 10月 美菲又举行了为期两周的联合海军演习 英国 加拿大 日本都派出军队参加 澳洲 法国 印尼和新西兰海军则派出观察员和专家参与 而作为近60年来 首位正式访问菲律宾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7月底访飞时重申 欧盟承认南海仲裁的结果 2016年的这项裁决否定了中共提出的 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声索 因此 外界认为 冯德莱恩的这一言论 显然是针对中共 冯德莱恩说 欧盟不会容忍任何地区的侵略行为 欧盟已准备好提升与菲律宾的合作 促进区域海事安全 小马克思和冯德莱恩还表示 欧盟与菲律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台湾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 钟志东博士表示 在南海问题上 北京一直希望把美国和欧洲排除在外 如今看来 北京遭受了重大失败 中国他一直希望透过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备 把欧美排除在外之后 那他就可以在整个南海地区以大欺小 针对菲律宾以及越南来所谓的霸凌他们 美国透过跟菲律宾的军事同盟插足整个南海 然后接着把欧洲还有澳大利亚 整个相关国家力量全部都拉进来 共同来对抗所谓的中国国家 那这让南海问题国际化 这也让中国希望能够把南海一体区域化的策略 是一种非常大的霸击跟失败 中指动说 中共二十大提出所谓要维护南海局势整体稳定的策略 其实也失败了 同样也让中国希望能够维持南海局势稳定 他作为一个南海霸主的力量也是他另外一种的失败 因为他假如要维稳的话 他必须要接受欧美的主张 今年2月 美非宣布达成协议 扩大美军进入菲律宾另外四座基地的许可权 这项协议填补了美国从韩国、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链上的缺口 为美军提供前沿据点 监视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围的活动 中志东说 美国透过在南海、台海、东海的布局 形成联合围堵中共扩张的力量 相当程度上也增加了美中对峙的态势 大陆民众说 中共只顾自己 不顾百姓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们怎么说 江福安说 现在的老百姓都说信天 信天能保命 这个党只顾自己 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你一天不工作 没有饭吃 他都不会给你钱花的 党和母亲怎么能比 我没钱了向妈要钱 妈未给我俩钱花 向党要 党能给吗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用整那些虚的 没有用 国庆等人声明说 中共邪党恶贯满盈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全家六人退出中共邪党 急共青团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最好这些黑洋家划 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面 关注明镜与点栏目